各位幫群迷 早安玩玩 我是阿都凱 昨天未全對上兄弟的記憶後挑戰賽上 一局下半就出現了一個關鍵的不死三陣 那個不死三陣 讓中心兄弟直接痛失三分 也是那場比賽決定勝負的關鍵 那今天我就來幫大家整理出 過往幾個比較嚴重的不死三陣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BOOST 3陣 首先就是發生在昨天記憶後挑戰賽 G2的未全對兄弟 中心兄弟在一局下 已經取得了兩人出局 弗萊希看起來配了一顆直球給吳哲元 但是吳哲元卻投出了一顆滑球 雖然造成臨時陣揮棒落空 卻因為補役而造成不死三陣 這個滑球的確是揮空放 那弗萊希打到首號 結果球沒有確實接進去 對 而下一棒的古德溫在一三雷游人的情況下 直接打出一隻帶有兩分打點的二雷安打 之後魏全龍的兩棒又打出兩隻安打 讓他們攻下了三分 而中場魏全龍就以4比2擊敗了中系兄弟 一局下半 馬上就先取得了兩分的領先 沒錯 哇 這個輸球剛好被他設定到了 就完全咬中耶 剛才兄弟又來手林初一 其實最後也差得很接近 嗯 陳秉潔這球又形成了右半邊的安打 古德溫現在繞過三壘 也要衝本壘球 回傳經過卡鬥來不及了 安德道壘成功 拉回來打得很扎實 打超了三有防線 哇 魏全龍隊在一局下半的安打 第二個不死三陣 是發生在萊芙利的身上 2018年的9月20日 當時LAMIGO對上中系兄弟 中系兄弟已經取得了兩人出局 結果黃俊森連續兩個紙插球都沒有接到 郭勇維也因為揮謗而造成了不死三陣 結果這個不死三陣 就讓LAMIGO後面的打線繼續爆發 尤其是面對紙插球的時候 你看他的手套都先拉得太快 這真的是有一個十分的危機 這一棒打出去 找到了二壘這個區域穿了出去 哇 那剛剛的兩個爆頭啊 就收到了影響啦 而且又有一分的打點進帳 梁家翁今天已經有兩分的打點了 哇 那現在就決定要直接換投手 打者沒有 戰魂手 手臂還沒膨張 對 這個時候只好先做換投手了 好啦 那就下去好好禱告一下吧 一三雷有人 這一球出包 安打 那會帶有一分打點 而且這一分還要記在來福利的 第三個play是發生在2015年的7月5日 當時羅家仁面對朱元清 很快就取得了兩個好球 兩個好球後 葉俊昌也快要忍耐不住了 結果下一個羅家仁投出的球 打中了朱元清的腳 而朱元清也因為揮棒 造成不死三陣 下一棒買家仁又打出一張打 正式追平比數 這個球 挖地挖的壞球 但是棒投出去了 所以朱元清 很快 而且這個彈的角度很遠啦 所以 不走這邊 這個球 監管打 二雷手撲起來 沒有能夠攔住 現在三雷上的跑者 跑回了追平分 所以今天可能是後半段的韌性真的是很好 買家仁這代打換得夠關鍵啊 敲出了安打 現在 不但二比下平手 而且三雷上還有跑者 打到跑者分戰一三雷 所以葉總嘉仁的低勝 可能還要再先等一等 追平後在11局 方常有率先取得保送 而且也倒上了二雷 高國勁又打出一隻安打 正式把這場比賽給結束掉 有機會 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球其實 離婚戰來講出走速度也很快了 但是傳的位置稍微高了一點 那球這個相對位置來講 三塊 哇 這個球 打成了中總外野之間的安打 現在方常有繞過三人要充分了 這個球回傳 來不及 再見安打 高國勁 原本感覺上 陳總嘉仁好像是要一個故意四壞球保送的策略 所以那當然對印象總嘉仁的低勝來看 真的是還是要再等等 對相當可惜喔 最終 只有擊出 只有擊出六隻安打的 統一7-11師隊 就是靠著11局下班高國勁的 第四個是發生在2018年的9月18日 9局下王衛勇上場已經抓到兩出局 球速已經來到了兩好兩壞 結果梁正宏揮棒落空 戴培豐沒有接到王衛勇的爆頭球 造成不死三陣上壘 後面林立、黃靖偉、廖建復連續三隻安打 將比分給追平 三陣但是上壘 這麼低的球結果反而帶起來成為了一隻安打 以臉上的跑者要再多推進一個壘包 現在變成13 這球打得是還蠻強的喔 結果落地成為了一隻安打 先追回來1分 但林立呢是 這一球出包 哇 傳傳傳 是一隻安打的 阿蕾上的這個追平分要回來了 我的天啊 洞已經這麼小了 還是被廖建復給打穿 哇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哇塞 所以戰局又扳平了 而且現在再見分在三壘 下一棒是陳俊秀 哇 這個一切都是從不死三陣的開始 一直到11局下半 林立、余德龍和陳俊秀三個人串連 最終靠著高飛西山打 讓樂天贏得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飛球 但這個距離呢 是已經被中文元首給鎖定的 現在呢 還是要往三壘去跑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那現在廖建復這 喔 那這樣子就已經 說過敗 再見的高飛西山打 啊 騰俊秀 他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把球給打高跟打遠 沒錯 雖然呢 是一個出局 可是這個高飛西山打已經夠了 我想最後一個最經典的不死三陣 應該已經很多人都猜到了 沒錯 就是發生在2021年4月9號 兄弟對相統一的比賽 主角就是蒙威爾 當時兩人出局 詹子嫻率先擠出內野安打上壘 周思琦上場代打江崔雲 結果周思琦一棒代額兩分打點 下一棒的岳振華吃到不死三陣 周思琦則是抓準了這次的不死三陣 加上陳崇宇的失誤跑回分類 讓中信兄弟直接攻下了追平分 兩成九零這個代打的成功率是比中信更高 這是一個好球 第三個好球出現 岳振華第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 這個時候再補 結果是傳偏了 這下子周思琦要準備回來得分 岳振華的兩口接到球手已經來不及了 不過現在陳崇宇想要問一下楊崇雲先生 剛剛這個判決是不是沒有給得很清楚啊 再看一次慢動作 這是揮空吧 沒有揮 沒有出放但沒有接好 所以他應該take他 結果他沒有take他 但是沒有take到球掉了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喔 這邊楊振雲先生是比出了 出女招但是比出了第三好球的手勢喔 那觸殺沒有完成 兩邊隊伍一直到了九局都沒有從對方手裡得分 直到了十局下半 中信兄弟的陳子豪率先急出安打上壘 下一棒的張之豪我想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沒錯就是一棒的再見拳雷打直接把這場比賽給收下來 剛剛場面也帶到蘇維達 所以我們要看到 李正恩上來打擊的機會 趕不大來看一下這一棒在右外面方向 很高很遠 再見虎不讓 張智豪 十局下半炸裂 這一發兩分打點拳雷打 直接讓比賽結束了 完全逮到了陳一文的球路喔 沒錯 比較低角度的一個變化球 重播的動作看得比較清楚 不曉得是卡特球還是指他球 這一發兩分再見拳雷打 也是張智豪個人本技的第三轟 現在回頭看看 就可以知道當時的這個不死三陣 是有多麼嚴重了 好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大家對於這支影片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影片結束後 大家有三個工作要做 追蹤我IG 訂閱跟留言 也可以去我的生活頻道 阿都看生活機器去看一下 我是阿都看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